这个是香港的郑同学,他有两个问题 他说我有几位同学,有些家庆并未痛苦 亲人发心,为病苦者松地藏经或者是念佛 甚至于在清法师座三十七年超度病苦的祖先及冤亲在主 祈求苦难者在佛力加持下 早日地苦得乐,地子爷借助法会,祭云,借淫 未借助佛学者或是初学者来参加天经文法 目的也是让大家共同学习 众善因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做很好 这个家庆业障中遇到这些病苦的事情 佛法里常说,佛师门中有求病 你求病危的人转肝不是做不到 而是我们自己求的人不如理不如法 求就没有感应了 所以求要明理,要懂得道理,要懂得方法 最好的榜样 地藏经上的婆罗门女、光木女 跟我们做的最好样子 他们的亲人都悟道 这个悟道是很不容易超出的 光木女的婆罗门女母亲是都订阅 她能把她超度到套地厅 光木女的母亲也是都窝盗 她能把她帮助她在的人身 靠什么 自己修行的功夫 你自己不是真修 你的家庭眷属得不到利益 这种事情我在讲《地藏经》的时候 讲得很清楚很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种效果呢 你一光光去做例子 光木女的母亲如果是不多地狱 光木女就不会认真修行 她是用念方法了 念绝华定如来啊 一天一夜的念到一心不乱 这是成就啊 一心不乱就正果了 那么在我们看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 跟大臣教对比一下 她的一心不乱应当是四一心 不是离一心 四一心不乱就等于阿罗汉了 谁帮助她正阿罗汉国呢 她的母亲啊 所以她母亲有功德了 是这么个道理啊 女儿成了罗汉了 罗汉的母亲 而且母亲确实帮助她正苦 母亲要不遇到这个难 她就不会那么认真了 是孝心的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要帮助情人 像光魔女那样 那个感应不过四一 如果我这是有口无心 没有认真去修行 不能转自己的境界 那这个力量就很剥弱 所以她这里就有道理 有很深的道理 我们一定要懂 所以今天到哪里去找到 像光魔女 婆罗门女 这样的笑声耳语 那就行 那没有这种功夫的话 这个效果是有没那么显著